消息指慈雲山康、港泰護老院多三個院有確診 另外五個員工初步確診 即是至今群組有至少九個人感染 另外佐敦申發茶餐廳再多一個人初步確診 政府今天開始要所有船員、機場人員到港之後 要在機場阿博館留樣本做新型肺炎測試 路線二報導 發發感染的慈雲山港泰護老院 四十幾個院友和員工已經送到博父林雙健營檢疫 同一個集團相距大約二十米的另一個院舍就照常運作 衛生防護中心人員將收集到的樣本樽收走 黃大仙中華基督教會扶梁中學一個中三學生確診 早上其他學生要回學校交樣本 三個之內沒有電話打給你就沒事了 擔心了擔心了同一間學校 我女兒跟我說去那些同學、中四同學 都有人認識那個小朋友 跟他玩過、吃過東西 那我才害怕 多作不明源頭感染 政府加強口岸檢疫 機組人員抵港之後 要先去到機場阿博館留下胸後退役樣本 有抵港的機組人員說當局安排他們和其他抵港旅客分開檢疫 但就需要使用同一個出入口離開 禮港的船員同樣要留樣本檢測 他們就穿著全套防護裝備才離開 有聲電視記者路線二報導